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3月5号的晚上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的驾驶线线是没有包的 我小的时候我就懂我坚持不包就是不包 结果我就考了两次了 当然第一次的原因是我自己的问题 考了两次了 他们有跟我讲单产 你单产可以settle的你不用考第二次的 我也没有给 所以我就考第二次了 所以我是真的是没有去贪污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考驾驶执照 这个贪污 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现在有多少岁的人了 我现在有50岁的人了 我当时考车sbm毕业 你看30多年了 最少贪了30多年了 更早以前就有了 从不包到完 现在 我看到那些年龄后去 那个驾驶谁愿直接讲 直接给他一个配套包到完 一次过收费包到完 剩下的东西你不要问这样多 包到完就对了 包到完就对了 这个钱你包到完一定给你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现在呢团结政府要做改变嘛 我们1919大选投票给你就是要改变嘛 你不改变呢 你没有做到改变呢 那我们很失望了 所以呢现在呢交通部长的陆兆福呢 决定呢 把这个 这个考车的这个汤屋呢 连根拔起啊 啊 真的是很过分啦 因为 以前呢人家都知道嘛那个考官 是坐在那个车的旁边 明明那个人啊 他要转到轮沟 差一点进轮沟啊 啊 那个考官就摸下他的大腿 啊 这个我不敢再讲下去了啊 你们就知道给多少钱了啊 啊 这个一路来 都是这样子的 啊这一次呢团结政府要砍掉这个东西 以后的考车呢 叫做无人考车 考官不在车上的 啊无人考车 啊 你没有讲说 AI能工智能考车还没到这样进步了啊 他只是类似那个足球的VAR的那个方式罢了 那等下怎么样做我跟大家讲 所以马来西亚应该要走这个高科技嘛 啊 不可以任由呢 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种方式这种汤污呢 这样子嘛是不是 啊 前期我们就讲嘛 人家新加坡的国会啊 最近最近在辩论那个 人工智能AI呢 对那个新加坡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个国会议员讲的东西全部很有quality的啊 什么python啊 什么那些东西啊 什么那些 啊 C++啊 什么一大堆什么那些 他们的国会员会讲这些的我 马来西亚的国会在讲什么 啊 我们知道什么叫马达弄啊 马来人叫首相呢都叫马达弄的 马达弥加安隆嘛 啊 啊他的发明了马达弄了所以所以那个丁丁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马达弄了 啊今天凯里在节目讲了 哎呦 你丁丁几岁了哦 你丁丁你公公啊丁丁是公公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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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有女婿他又做外公了你又做公公又做外公 你还在像小孩子这样子啊还给人家取名叫马达弄啊 啊 给凯里大骂 是不是 啊真的很幼稚啊你们在马来西亚的政客是不是 啊 所以呢 今天看见那个陆赵福交通部长呢 啊他能够推这个电子化考车呢哎有点进步哦 啊 有点进步哦 啊这样子马来西亚才会进步吗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呢反正2030年开始呢 我们不用这个 啊 VAR的方式的来考车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啊 所以你看所有部长当中啦 啊那个 张庆幸虽然是很好呢但是张庆幸属于那种感怒感言 啊他他最近的成绩不是很好啊所以他要炒掉那个 总监啊那个旅游总监 啊马来西亚的那个旅游的成绩没有这么好 但是这个交通交通部长呢的确是做了很多事情啊 啊尤其他能够成功推荐呢 啊自动化考车呢 啊这个就是他就赢了 啊他就那个名垂青史了 啊这个马来西亚呢有他一个 总之这个东西改到了 改到就是成功了OK 所以电子考车来了啊 2030年就复利 现在一一间一间的在试了 OK 所以 以后呢 这个砍头就没有了 那个包过关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电子化考车呢 是纯层的那个录制的 纯层靠video纯层靠人工智能 所以我建议加入那个AI能工智能进去监督呢 啊会更好 所以现在每一间驾驶学院呢有6年的缓冲期 所以 啊 关于这个电子考车呢怎么做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 啊 然后 可能啊我这里会给交通部更好的idea啦 所以他就类似这个足球的VAR这样子了 啊那个VAR Room呢 那个Lafi就在 啊这个里面看了 啊 所以这样子呢 还公正了 所以 你看那里进球呢 他有没有进啊进球是有没有犯规有没有off side呢 啊那个VAR Room呢 他们看到看到了那个情况之后他就会通知Lafi 啊很有争议性的他就叫Lafi现场去看那个VAR的给他的那个video 然后就决定呢 啊那里进球呢没有犯规 那里进球呢算不算 所以这个 啊电子化考车呢 也类似这样子的 啊全部 全部这样子 但是这个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建议呢交通部 你们考车的时候你们驾驶学院的那个设备呢要类似的啊这些VAR这样子的啊要这样子 啊所有的电视在看呢每一个考生呢他们的performance呢怎样 那么考官呢就坐在这个 啊这个VAR Room里面呢看那个考生的 考到怎样啦啊 那么至于那个汽车呢 怎么报告呢 啊 我拿我的车来讲就好了OK 那个别的车 我不手续我就不讲那么多 我拿我的那个BYD来讲 你看我我2023年我特地去买BYD我就是要学呢 啊这个这个电车呢是怎样的 你看啊我们BYD的呢他纯层记录的嘛 他360 360 camera 有上帝视角 好像我有没有驾过线呢 好像以后的考生呢 如果用上个360呢 他有没有驾过线 有没有踏到那个潮 啊那个moto呢 脚车呢他怎样应付呢 其实这个360 camera呢纯层跟你拍摄下来纯层 啊纯层 啊那个 那个考官呢在那个 这个环境里面看就可以了这个只要呢 他能够传播进去那个他的系统 他在他在里面看就可以了他人不用坐在那边的 OK 好像这个他停车的时候呢他停到怎样呢 啊这个360你可以从每一个角度看 啊 那个考官可以从每一个角度看的哎 哎呀有没有踩到线啊 有没有踏到草啊 有没有踏到石头啊 啊这个parking的时候啊 啊那个好像我的车是这样子的吗 啊这个线呢有没有准准的拍进去 他拍的时候有没有直 后面有没有踏到有没有碰到 啊跟个壁的车距离多少 所以那个考车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这一种的360 camera呢 用下去呢 那考官可以直接在那边看了 啊有没有拍准准啊 啊没有拍准准 啊这个全部video记录的 你要贪污有没有的贪污啊啊啊 啊纯层记录下来哦 OK 所以4月24号开始呢 纯国驾驶学院呢可以开始使用了 所以刚开始可能没有这样先进 所以我的节目我就告诉交通部呢 你应该用这个360 camera呢 然后加上这个VAR的方式呢 来来进行 那个交通部讲他有他的apps啦 我希望这些做apps的人呢能够做到这样子 OK 其实没什么起价 只能 100块现在不可以包了咯 那那个包的价钱不同的哈 啊 所以电子化考车的时候呢 那个考官呢就不会再坐在你的车旁边了 啊 这个那这个考官不会再坐在旁边了 啊所以 没有得摸大腿了啊 你你你你驾到突然间的stock去啊 考官不会摸你大腿了 OK 所以 不会再有这种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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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失败呢 电脑呢直接省事成绩了 因为全部360 camera呢 啊那个 拍下来了嘛 啊你有没有踩到线啊 啊碰到脚车啊 啊吓到猫啊 啊那个狗 啊撞到狗啊 总不知道的嘛 所以 他其实试验了5年了他不是说参促推出的东西 不像pattu这样子 pattu这种参促推出 你看拉腿子呢 可能骂到 骂到心脏病爆发差一点 他比老马先走进医院了 啊 所以 这些在考场里面的项目呢 啊都有 啊其实现在的360 camera很先进的 啊你上斜坡呢 performance怎样呢 啊这些啊 啊三脚转弯啊 再转弯啊 那个 parking啊什么啊 通通都是看到的 所以要相信高科技 马来西亚要引入这种高科技呢 才能够呢 啊 改变嘛 好像要战胜 啊汤污呢就要靠高科技 所以呢 啊他们不喜欢AI跟人工智能就是这样子了 啊你没有的贪污了吗 啊好像现在 你在把这个他们考生的performance呢 你加入由那个人工智能呢去监顾 啊那就更好 啊那个 哎呦好像我的BYD的车很敏感啊 那个旁边的车 过来 那个前面的车 啊 前面遇到很危险的情况 这很危险了 啊我是来不及停的 那个我的车先帮我听了 啊我的车上的AI呢先帮我听了 啊 不管他先帮我听了 啊那个踩到线呢他也不可以的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东西他都不可以的 啊那个 parking呢也是靠人工智能的帮助 好像人工智能去监督呢会更好 啊更加更加做到零贪污 所以呢 啊这个马来西亚呢要往这个AI人工智能去走 所以看见呢 交通部愿意做这个电子烤车呢 真的是很好啊这个打破人家看头的东西 所以 碳污呢会越来越不容易了啊 啊因为高科技啊这些AI啊 冷工智能这种东西出现了这个碳污是越来越难了的 不像以前那个用纸写的那个时代 啊 啊那个 上次2018年了他们家呢 啊 他们在 他们在那个某某hotel五星级hotel里面呢那个文件嘛 啊 啊那个政府的文件全部收在那家hotel的 哇 那个 啊 啊那个2018年一直到输了知道吗 单产啊那个 文件全部搬出来啊现场销毁掉了 以前是用纸写的嘛现在不同了 现在的transaction呢 e-invoice 啊 你买一粒糖果都要出e-invoice 看你怎样贪污 是不是 现在考车这样子 啊全程video录到完了 看你如何贪污 啊是不是就要接受改变嘛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改变嘛 啊所以这个就是马达逆嘛 他不是马达弄嘛 对不对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看见这个电子化考车呢大家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呢 还有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地方什么技术可以做的更好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回见 收估订妳 贴 收估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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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估订